導致佩佩有可能被競賽三場 而加上兩個後衛都受傷 而且會缺席後兩場的比賽 那葡萄牙能走多遠呢 這根本就是雪上加霜嘛 我們都知道葡萄牙的後方已經是漏洞百出了 就是沒有什麼特殊的球員 中後衛也好 中位右衛 左衛右衛中後衛 可是佩佩就是他們的一個大中流砥柱吧 定海神針嘛 連他也不在 所以我對葡萄牙接下來兩場比賽是覺得很擔心 雖然對手是加納和美國小組賽 可是他們的實力也不差 所以進攻也不好 就是太依賴西羅了 前後都沒有一個很好的水準之外 我對葡萄牙真的開始不堪 所以你大膽預測一下 你覺得葡萄牙會不會可能fall out這場世界盃 在小組賽第一名也不能說啦 就是德國拿定正盟了嘛 副盟之外 副盟以內 美國和加納都是一個很強 蠻強大的對手 所以葡萄牙接下來兩場比賽 一是要看西羅的表現 第二就是看葡萄牙怎樣去 再去整合整個進攻戰略套戶 那我們可不可以聊一下誰是最好的球員 對你來說 表現不錯的 本場比賽最好的球員一定是穆勒 大家都說進了三球 可是穆勒單單的角色是一個前鋒 就是隊友傳球給他 所以要中場傳球給他才可以形成他 才可以造就他進球 說到中場今天要提的就是這個叫 克魯斯 Tony Claus 他是德國的18號球員 他的定位球技術很不賴啊 我看到就是角球啊 自由球啊 這三球 基本上他有參與進攻的 我看到自由球 就為不製造了不少的威脅 因為德國傳統上是沒有一個很強大的自由球大師 我開始從穆勒 從克魯斯身上看到這個影子 我覺得他可以慢慢擔任中場組織的大師 或者是自由球定位球方面 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那好 我們的問題三就要來囉 除了德國前鋒穆勒 根據球評趙康心目中 另一位本場賽是表現出色的球員是誰呢 好